政府预计放宽强积金投资国债 最快出年年终完成修例和生效 制工局说欢迎 认为可以为强积金的资产争取更好的回报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发表望志说 当局同积金局完成强积金投资在中央政府 以及内地政策性银行债券的研究 计划会全序漸进 先集中在中央政府以及三间政策性银行 包括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债券 修例之后 每个强积金基金最多三成的资金 可以投资在中央政府或政策性银行同一次发行的债券 或者将所有的资金投资在同一个单位 至少六次不同发行的债券 截至9月底 相关的投资有26亿人民币 占强积金总资产值0.27% 规模远少于投资内地商业机构发行的债券 当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市场 现在全世界第二个大市场 应该放宽到中国的投资 就是适当的 现在它都想着放宽 都是那些是政策银行 国家有个国家看着银行 相对它的评级 它的安全性是高一点的 积金局表示欢迎 认为内地债市近年持续发展 为强积金资产争取更好的回报 政府去年放宽强积金投资A股 一年之间相关的投资金额配增至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无线电视记者陆沛恩报道 中移动A股回拨之后 有效新构超过800倍 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 计及超额配售部分 最终在网上发行超过4亿3千万股 回拨后网上发行中期率大约0.12% 有效新构805倍 金融管理局要求以转数快转账超过1万元 必须核对收款人的名 为了避免转账出现错误 金管局要求金融业界在明年12月底之前 就转数快个人对个人转账采取加强措施 强制1万元或以上的转账 要通过核对收款人明清程序 否则转账会被拒绝 中超曾冠组绑手山东泰山撕杀 反胜长春亚太2比1 女鸡15连城 橙衫山东泰山有郭田宇摆脱防守之后 加速狂奔单刀 谁知听到声位不要射了 越位入了都不计 广州队和上海上港门和0比0 二三位失分 山东当然想抢分 35分钟避过一劫 长春亚太的杨超星送入网 但艾力克差顶的时候反规在先 而半场保时有一危机出现 艾力克传阳超星大好机会白白射失 山东再保不失 但到51分钟都是要落后 黄带雷飞身挡走艾力克趁自保射 一头不得又一脚 开心得你 知道是你艾力克入阜了 而面对着6射2中的长春 山东全场6成2控球率17射5中 没理由爆冷输波挂 孙准号放冷战过不了门将不硬 而孙准号再来不过这次投锤线后 迪嘉道接应大比撞入 78分钟攀平1比1 时间逐分逐秒流逝 以为保住1分都好 山东就说3分我全部要完 齐天宇教炮给郭田宇保时射入绝室 山东反胜2比1 在榜首拉开10分 累计连赢15场 其中联赛9连胜 只要星期日再赢河北队 山东将会剩下三轮底下 提前督定商隔11年再封王 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 近年积极推动工厂无人化生产模式 政府资金补贴 和基础建设 如何帮助传统企业转型 同时又吸引高科技企业落户 大湾区解码 今晚8点半 无线财经资讯台 看得一个入伙盘 是一间内房公司的第一个香港项目 交楼质素是如何 区内的商业地改划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日日有楼看今晚9点 无线财经资讯台 外电报道 人工智能公司商汤计划以下限定价 彭博引述消息指 商汤今次招股计划以三个八头半定价 属招股价区间下限 公司计划发行15亿股 预料集资金额近58亿 股份星期四中午截止认救 综合献商数据 公开发售部分已落得超额认救 股份预期今个月的30号挂牌 有商场负责人对今年圣诞指导 表示乐观 预期生意额较去年有三成的胜负 我们对于今年的圣诞销售 其实是非常乐观的 估计今年商场人流 比去年升两成左右 生意大概升三成的 因为宴会开始解封了 很多人赶着年底结婚 摆起酒 社团聚会和餐饮 大型的餐饮都比较多了 我相信珠宝中标 一些电子产品和餐饮都是受惠的 过往一年本地消费基本上是回复 是在疫情以前的大部分本地的商场 反而需要帮忙的就是传统旅游区 港股表现反复 大市轻微高开之后一度倒跌 之后由低位反弹 腾讯派4.6亿万股京东作为特别息 腾讯急升4% 但京东急坐7% 而其他腾讯持股的公司 包括美团 不理不理和快手跌2%至6 油价继续回升 中石油、中海油和中石化都升超过2% 美国电动车公司Tesla行政总裁 马斯克说已经完成出售一成持股的计划 在香港的相关概念股 益和抽升近1成6% 中国恒大说正是积极和债权人保持沟通 股价升3% 外电报道 被美国实施投资禁令的人工智能公司相通 计划以下限定价 彭博引述消息说 双唐今次招股计划以3.85%定价 属于招股价范围的下限 公司计划发行15亿股 预料集资金额近58亿 股份星期四中午自止认购 综合献商的数据 公开发售部分已经是录得超额认购 有分析认为双唐的业务独特 前景可观 但受到难以预知的因素影响 令到管理层或考虑以下限定价 以为持守的股价不至于潜水 而英国的政策风险偏偏就是最大的风险因素 他说即使排除美国投资者认够 大基石投资者以内地资金为主 相信长远会对股价有支持 双唐9个基石投资者 包括国资委委托 以及中国承通发起的 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 上海随汇国资委 全资拥有的随汇资本 和香港科技园创投基金等 股份预期今个月30号挂牌 无线电视 吴杰晶报导 中国电讯表示 将会继续开展在美国的大部分业务经营 中国电讯美洲公司表示 虽然监管机构以国家安全疑虑为由 要求它停止营运 但公司仍然打算在春年1月3日之后 继续基于私人营运商的方式 向客户提供服务 避免客户业务受到不当的干扰 内地大型稀土公司 中国稀土集团正式成立 央时报导 集团由内地中国类业集团 中国五矿集团和禁州稀土集团等组成 国资委持股有三成一 报导说 早建后的中国稀土集团 将会更加好整合行业资源 实现市场优化配置 负责人介绍 在新发展格局之下 稀土企业集团化经营 有利加大科研投入 进一步畅通产业链 更加好保障传统产业 提质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腾讯宣布以实物分派京东股份作特别中期式 有分析认为是反垄断的避险操作 预料日后将会有更多企业访效 腾讯首度派发中期式 但最终派发的方式出乎市场预期 是向现有每持有21股腾讯的股东 派一股京东集团 不够一股的税股将会以现金方式分派 腾讯将会派发超过4亿股京东 相当于间接持有的大约8成6京东股份 腾讯在京东的持股比例将会由1成7 降至約2% 腾讯解释今次实物方式分派的安排 是因为京东已经达至 可以为未来计划致行求集资金的时候 所以决定退出相关的投资 但就表明双方仍然保持互利的业务关系 包括继续进行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同时宣布 因应对京东的投资减少 总裁刘次平已经辞任京东董事的职务 即日起身效 有分析认为腾讯的做法将会成为市场指标 相信市场日后将会有更多类似的动作 或者会出现减持潮 整体来说是一个他们的一个 腾讯王国的一个分解的 其中最主要的第一步开始 那因为其实主要内地的监管机构 都是想循着一个反垄断的方向的发展 那未来这些科技的一些巨企 例如腾讯有京东 或者是腾讯有美团 阿里巴巴有双汤等等 都要一个套现的一个情况 不允许他们有一个垄断的一个情况 值得留意的是 这个派息方式对持股不多的腾讯股东 难免会出现税股 而税股的交易可能会有差价 或者会产生额外的收费 无线电视记者盧佩恩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